安波足球快信,2021年1月13日,拉鲁斯主场飞沙走石 星期四早上,南美球会杯有拉鲁斯对阵沙士飞,两队将于拉鲁斯主场展开准决赛次回合的较量。拉鲁斯近期状态有所回暖,目前球队处于连胜当中,今次主场在战沙士飞,拉鲁斯值得提高一线。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尽管国内的赛事整体表现略为平庸,但拉鲁斯在球会杯上的演出还算是出彩,球队一路过关斩仗。 先后淘汰了基多天主教大学,圣保罗,波利亚以同独立队来到这个阶段的准决赛,期间的对手都是各自联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拉鲁斯的晋级之路有足够的含金量。 凭着前锋阿斯尼助攻老将祖赛辛特的入球,在同沙士飞的准决赛首回合较量中,拉鲁斯作客赢波占得先机,随后球队回到国内赛场又再击败实力不弱的罗沙里奥中央,球队现在拥有不错的竞技状态。 拉鲁斯目前处于各项赛事的两连胜当中,次回合再战沙士飞,坐拥主场之利的拉鲁斯有力赢波。 另一边相,回顾一下沙士飞的球会杯表现,不难发现,球队晋级之路惊激满途,除了16强战卡利有明显的优势之外,其余阶段多少都带有点点运气成分。 第一圈和第二圈的两回合较量中分别在常规时间内战和欧卡斯和彭拿路,半准决赛次回合最后时刻的绝杀先至惊险晋级,从侧面可以看出沙士飞在实力上并没有明显优势。 尽管沙士飞上将3比2赢了葛导尔古斯,好快地走出了准决赛首回合失利的尴尬局面。 不过葛导尔古斯有多少斤两,大家心中有数,沙士飞的赢球可能只是一块遮丑暴,今次准决赛次回合作客拉路斯,沙士飞不多看好。 你听着安波足球快讯,刘易军报道,记住subscribe我们和赞我们的专页。 好球不等人,立刻下转M直播,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